妳可以接受男友肉體出貨嗎 所以如果你跟外國人可以 但亞洲人就不用了 因為我已經很極品了吧 就是如果想要體驗一下 不同的人種的話 亞洲極品 欸 你不要這樣跳起 完蛋了 我是亞洲極品 我一定也是靠身材手紅的吧 有什麼害怕被長輩問到的問題嗎 蠻懂事的長輩都不會亂問問題 你們準備好心的 會不會有問題嗎 我們家沒有人敢問我任何 沒有人敢問這題 對 沒有人敢問這題 誰就要問妳這題 妳爸 為什麼會心理 我剛剛跟那個陳華爺講 就是說我希望我 我的那個單身的狀態 可以維持到百瑞的第三季 不然我怕製作人會找不到我 就不出來工作了這樣子 製作人不會讓我單身太久啦 因為在過程當中 他都有介紹男朋友給我 所以我看到第三季 還會沒有第三季 可不可以多找一些男演員啦 身高180啊 長得帥的啊 這個年紀 要比較喜歡年紀輕一點的嗎 現在好像 就30 年過30可以吧 年過30就好 以前不能年過30 沒有 你沒有 阿姨阿姨 有 妳有聽過渣男嗎 我覺得因為每個人的 接受度不一樣 有些人就覺得就是 可能妳跟其他女生搭著去 妳有女朋友跟其他女生搭著去 他就覺得這個人渣 或在我的範圍其實蠻寬的 那什麼時候會讓妳覺得渣 我覺得不要騙 對 妳如果用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就是渣 可是如果不是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 妳一開始跟我承認 就是我就是喜歡很多人 就是很花心 這種我都覺得OK 真的 我真的覺得OK 因為我... 就妳有遇過他 妳有遇過這件事 妳有遇過他 妳很歡耶 妳還沒聽說男有肉皮 對不對 哇塞 我曾經有比較 ㄎㄧㄧㄥ的一個經驗是 我就是跟著男朋友講說 所以如果你跟外國人可以 但亞洲人就不用了 因為我已經很極品了吧 沒有 就是如果你想要體驗 不同的人種 沒有 對 就是在安全跟健康乾淨的前提下 我覺得OK 就你請我怨 但我也不會生氣 是不是很前衛 好前衛喔 我跟你講 反而這樣聽到他就更不敢 更不敢做什麼事情耶 我覺得有時候你越抓著 不是你的 你怎麼抓就不是你的啊 那你這樣跟他講就 好喔 好喔 就這樣 但他就是很乖 就是真的很乖很乖這樣 謝謝大家 你不要這樣講 你是雅中級 完蛋了 雅中級 我是雅中級 我是雅中級 畢竟我也是靠身材走紅的吧 雅中級 我又不是靠其他的 我的我的 我也不是靠屁股 我不是靠你